好 画面就用一下 那我们接下来 这有年 这有月 这有日 对不对 那只要再把这三个合并起来就好了 合并很简单 就是点到它 对不对 点到年 旭佛键 按住 然后点到日 是不是就选到三栏了 就是很单纯的 我要把这三栏合并起来 虽然你知道这个是文字 好 我想挑战一下 看它够不够聪明 因为合并 合并它是文字 就是以写程式来说 它不管你是文字内容 或数字内容 反正它就把它合并起来 中间还要加一个写线符号 所以全部都会以文字来处理 好 滑鼠右键 就是第一件事情 从年 从年 年 点一下年 顺法键 按住 点到日 可以吗 然后 滑鼠右键 有一个叫合并资料行 这边是不是第一个资料行 第二个资料行 第三个资料行 所以你要三个资料行合并起来 是不是就选这个合并资料行 点它 这个分格符号请改成斜线 这里面没有斜线对不对 所以刚好我就只好用自定的斜线 然后这个资料行要叫什么名称 这个资料行要叫什么名称 合并之后它是不是日期 最好加两个字叫进口日期 好吧 虽然进口日期也就等于出口日期 真的 但是我觉得 就是我是在进口里面做 进口的统计日期 可以吗 所以我刻意写进口日期 确定 还没有结束 最后一个动作 它是不是文字 文字不是日期 所以一定要点 点这个abc 点这个abc 可以吗 改成什么 日期 点下去 这样子才算做完 就是 这个是民国年 这个是进口日期 可以吗 这个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就符合 刚刚我是不是说 最后 最后我的powerpoint 做完长的样子 对不对 2011年1月1号 这是电脑读得懂的 可以 2011年1月1号 然后麻烦请把它改成 民国年 这个重新命名 就是滑鼠右键点 它 请改成 重新命名 叫民国年 叫民国年 重新命名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 做进口日期 跟民国年 这样子 我们的 这样子我们的